俗话说,傲娇女人最好命,都说女人要命好,勾身,其实勾潜不重要,只要你会撒娇,会撒娇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真的是超级有公信力,很难有男人能抵挡得了。 撒娇是化解矛盾的帮手,当恋爱关系发展到双方都认为是无生胜有生的地步时,有默契的眼神,可以取代唠叨和凡人的叮咛,但是可能会有这么一个误区,双方都会忘了应有的彼此尊重。 即使彼此感情再好,对方也不会是你肚子里的蛔虫,不可能完全知道你在想什么或你要什么。 有很多女性在这个时候生气,只会扯着嗓门开骂,骂不动就开始哭闹,结果男人的爱意消失大半,好像从罪意中醒了过来,日后两人的感情不好好沟通修补,就会出现大问题。 这时,聪明的女人不应该生气,也不任性地下结论对方不爱你或不了解你,对方只是太忙或太粗心罢了。 你不妨用撒娇的方式,提醒她或拜托她为你着想或体谅你的需求。既然两人扮演的角色就不一样,所以,不要轻易想当然。 说话技巧,撒娇怎么能跟你的说话方式分得开?记得撒娇时要钻字眼,用这些代表着轻易,暧昧的词。 情场中的男人,爱听,女主一般都会说讨厌。说这个词时,女性会觉得有一丝撑气地释放,解馋,痛快而男性听到则会感到一种不确定感。 感觉眼前这个女子神秘而富有脾气,让男性有一种想要征服的欲望。装得有技巧,人生如不如意,全靠演技。 假如你想你的男人至始至终甘心败倒,在你的石流群下,就该学会装,装小鸟依人,装似一只柔弱无助,或一只九节虾都显得力不从心的柔弱女子,平时还很怕疼。 抱抱我吗?我就要吗?亲爱的,我好冷。 音色,声调修饰到位,可敌一个翘臀。偶尔半眼睛不起任何风吹雨打。 哪怕你刚刚参加一个商务会议,并且与竞争对手唇枪舌剑战了几十个回合最后赢了回来。 在他身边,你懂得示弱,这样男人就真的会无限柔起来。 假装性感,可能是因为结婚多年,两个人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激情,所以女人就主动求变。 夜晚来临的时候,早早地洗完澡穿着露杯的丝绸睡裙。 性感的蕾丝内衣在老公面前晃来晃去,使得那一瞬间老公体内的荷尔蒙迅速增多,很快两人就温存共眠。 在床上,女人也一改往日的被动局面开始主动,叫声让老公欲罢不能。 只要让老公感受到性的花样和快感,他才不会离开你,这招最狠。 不管是男人或是女人,都会对一成不变不大感兴趣,都喜欢新花样的。 因此,偶尔便换一下新花样,换个造型,化个妆,让男人眼中的你总是一副新的面貌,每天都有不同的感受有新鲜感。 只有长宝新鲜感的感情,才能更迷久。 老夫老妻了,没必要害羞,也没必要矜持,假装性感一点,让你的男人主动投怀送抱,享受长宝新鲜的爱情。 关键时刻刻意说不要,当你男人低头代表拿你没办法时,你就成功了。 特别当他需要你时,你说不要。 特别是说不要或生气时配合这一身体语言,而双手吊着他的脖子请求,或者做恼羞成怒态,男人最后都会拿你没办法,乖乖就犯。 学着像坏女人,都说男人不坏,女人不爱,其实男人也如此。 女人有点坏,男人会觉得很可爱。 比如在酒吧,昏暗的灯光下,他叨着一支烟,神情若有所思,眼神空芒而落寞。 他看起来是那么孤独,但又那么不可捉摸。 他像一株开在暗夜里的素樱花,因为不可捉摸,男人们才会越越欲试想把他带回家。 居家的女人更是要学着像个坏女人,在对待自己的老公时,也不妨学得变坏一点。 可以坏坏地去挑逗自己的老公,或者故意跟老公刁难,刷刷小性子,发发小脾气,让你的老公捉摸不定,猜不透你内心的想法。 这样男人才会去猜测你的内心,才会主动跟你套近乎。 装傻充愣,许多女人心中都有一个癥结,就是老公不回家或者不按时回家。 这些男人们会拿在外面应酬,或者跟同事聚会等做借口不回家。 女人们明明知道自己的老公不回家的真正原因,但是她们不会一昧地追问,而是假装很相信自己的老公。 她们会在电话里慰问,老公你辛苦了,不要喝太多了,注意身体,早点回来,我熬了汤。 我等你回来陪我一起睡,因为没有你,我就是睡不着。 电话里满是柔情的女人,几句肉麻的话让男人心疼并心动,并且会产生一种愧疚感。 不论等到多晚,女人们都要等到老公回家,还亲自给她放洗澡水或者是端洗脚水。 男人们回家看见自己的女人,还是如此的信任自己,并且为自己无怨无悔的付出,她们心中的愧疚感就更强了。 因此,即使她们真的在外面有外遇,也会再次三思而行。 这样的效果还真不错,老公基本都是按时回家。 太精明的女人是很可怕的,让男人和男友征服感或成就感。 所以女人不能太精明了,即便是很精明的女人,在某些特定的场合也要装傻充愣,给自己的老公留点面子。 男人会感激你的。 动情女人为,女人在男人面前如果毫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心理所想时,男人往往不用费尽心思地去猜女人的心理,这对男人来说没有吸引力。 因为男人都爱征服女人,都喜欢成就感。 当男人征服了女人的时候,对男人来说,就是一个莫大的成就。 因此,不妨让自己更具吸引力。 更具女人为,时不时地在自己的男人面前炫耀自己的女人为,可以告诉他,你在单位或者朋友中是很迷人的女人。 很多男人也拜倒在自己的石流群下,这样男人会有一种危机感,从而会更加珍惜你。 聪明睿智。 聪明睿智的女人对男人来说,是一种莫大的吸引。 这样的女人在工作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,回到家里又会把家打理得井井有条,能出厅堂,能进厨房,是丈夫不可多得的贤内主。 夫妻与孩子同睡,夫妻同床激情时,因为女人的叫声而惊醒了孩子。 孩子问,妈妈,你怎么了? 她答道,宝宝,妈妈刚才做了个噩梦。 随即她拍拍孩子,转身又继续战斗。 这样睿智地化解这种尴尬,会给自己在男人那里加分的。 没有一个男人,不喜欢女人撒娇。 女人和男人之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,掌握了这门学问,你的爱情或婚姻都会尝鲜。 你也会发现,其实这样的婚姻生活会更美好。 偶尔不讲理,吵架一定要赢,然后往败将嘴里塞一个棒棒糖,以示慰问,或者赖在她怀里。 这是一种动作化解矛盾的良药,是一种温暖的接近,也是温柔的信任。 没有一个男人,不喜欢女人撒娇。 女人和男人之间是一门高深的学问,掌握了这门学问。 你的爱情或婚姻都会尝鲜,你也会发现,其实这样的婚姻生活会更美好。